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天豪 疫情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如果感受到焦虑、担忧等情绪 都是很自然的反应 多数人都能够慢慢地自我调试 如果您正在居家检疫或隔离 无法外出或是与亲友见面 感到孤独、烦闷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电话或视讯与亲友联系 我们也可以主动关心身边的亲友 彼此关怀与问候是度过疫情最好的良药 如果焦虑、沮丧等情绪已经影响您的日常生活 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 或咨询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让我们互相支持 一起守护彼此身心健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张祈腾 岁末年中中和区长赖俊达与中和广际 正在二楼望看到他们下车 开心的走下楼梯迎接 岁末寒冬中和区长赖俊达与在地公庙社团等人 逐一探访独居长辈 带来关心问候提前祝贺新年快乐 而原本举办独老围如传统的中和大庙广际 福和宫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 改为赠送红包 祝贺长辈 过年快乐 这个在过年的前夕 我们所有的我们中和区的一些独居的长辈 我们希望给他满满的关怀跟爱 所以除了工作以外 包括我们的 我们广基工 我们有董事长 南山福德工 还有中和福人社 送红包 送物资 送莲菜 希望给我们这些长辈 这些长辈都能够过个好年 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给我们各个夫妇来赠送 那这老家我们是公所 我们中和广聚工 福和工 就是一个礼金的意思 祝福我们这些长辈 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万色无家 地方公所和公庙社团 联手关怀弱势长辈 南山福德工赞助年菜 中和东区福伦社 则是准备了生活物资 关心独老 王奶奶看到他们来访 春节前送上关怀 开心的心情全写在脸上 直说谢谢大家 我们那个在准备要过年了 给奶奶送一些好吃的餐点 生活上的用品 希望奶奶这一年呢 更健康 更开心 新年快乐 是 新年快乐 好不好 好 新年快乐 好 新年快乐 哇 好漂亮 谢谢 关怀访式行程 复兴里里长有名誉 有事无法感到 特别请志工 戴维送上毛帽 让奶奶天气冷时好保暖 来自社区邻里的关怀 让她感到好温暖 这份爱的春节礼物 真的是感念在心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新北市永和区五年级同学会 与新北市永和分局等在地社团 为了让弱势民众过一个好年 发起了寒冬送软活动 包括在地四位新北市议员 极乐华光夜市 与中家新四坡有线电视公司等 都热情响应送软关怀 就要过年了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比起往年有更多民众需要关怀 五年级同学会表示 疫情的影响之下 很多弱势家庭雪上加霜 经济更加吃紧 为了让他们安心过好年 联合的地方团体 发起寒冬送软活动 感谢分局这边的协助 那这些分局长来责请我们基层同仁 去访查各下去里面 确实有需要帮助的民众 在提供名单上来 让分局由我们这边来办这个活动 寒冬当中年节前宋关怀 更能让弱势家户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心意 五年级同学会结合永和分局和派出所 提供关怀救助金 参加了单位 并包括了四位新北市议员 及乐华观光夜市 以及中家新四坡有线电视公司等等 聚集各界的力量 为永和的弱势家庭带来实质帮助 让一些我们各派出所爆出来的一些低收入的名单 让这些名单里面的一些民众都能够得到一些温暖 我们也希望有这么小的一个爱心的举动 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加享和更加温暖 顾问团配合五年级同学会 还有几个社团共同做这个爱心活动 希望能透过这个年终岁末 让大家有需要的家庭可以多一点小小的温暖 五年级同学会表示 透过寒冬送暖活动 并期望带动更多爱心投入社会各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避免遗憾的情况发生 也给身处困境的民众 更能够有信心继续的往前走 改变自身情况 记者林立如 詹亦勋 新北报道 为了让台北大学城与世代共农的推动 能够更广为大众所了解 除了邀请在地媒体中家新闻报导记录外 更举办了轻盈记者培训工作方 邀请中家新闻资深记者分享如何做好一则新闻 透过USR记者的培训 希望可以报道更多校园与社区的活动资讯 近年来台北大学社科院USR团队 推动轻盈共学 轻盈共餐 轻盈梦想家等世代活动 希望让学生与长者透过互动 增进跨世代的沟通与合作 更期待能够透过世代接触 小米年龄歧视的社会问题 并打造年龄友善的校园环境 为了让台北大学城与世代共融的推动 能够更广为大众所了解 于是安排了轻盈记者培训工作方 并邀请中家新闻资深记者 分享如何做一则新闻 那未来我们透过这个研习之后呢 也希望鼓励台北大学的学生能够透过摄影报导 然后把这些作品呢向中家新闻进行投递 那也希望能够中家新闻给我们的学生更多的指导 甚至于把我们在地的很多的素材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工作方邀请了中家新闻资深记者赵诗渊 分享20年来记者生涯的实物经验 并鼓励有兴趣成为记者的朋友 可以视觉学习报导 未来可以投稿到中家新闻 让师生与居民看见台北大学的努力 与轻盈世代的成果 因为我们大学社会责任就希望 学生跟社区产生关联 所以由学生的角度 学生去进行报导 学生参与活动 那同时也把这些最后的成品 在我们在地的中家新闻做一些播放 那这样的话呢 就让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 跟大学社会责任 在学生跟长子的身上 产生非常好的交集 台北大学社科院教授曾敏杰表示 期待培训完成后 请记者们可以与USR团队 投入报导写作 也期待参与培训的长辈或学生们 可以成为USR计划的长期伙伴 让后续的报导 纳入更多轻盈的元素 与大学城的动能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符合国中在寒假期间开办AI课程 与师大科技应用与能力发展资源学系 及卫生电子产观学合作 将AI影像辨识与新著名议题相结合 融合了108年课纲 让学生在研习过程中学习AI思考模式 迎接AI时代 学生制作的一个机电 整合的输送带作品 测试目棍是不是能够照程式指令动作 符合国中和师大科技系合作 举办了AI动力营 并且结合了新著名文化 进行彩绘以及文化特色资料收集 将这些元素结合在作品中 师大科技系教授张玉山表示 接触AI课程最重要的是 要以有趣的元素来吸引学生主动认识 逐步理解其中包括的各种技术应用 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让小朋友觉得 哇 学AI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而且学AI很有趣 我想这个是启发它一个 很重要的学习动机 那接下来我们在课程里 有介绍了简单的操作 包括影像模型的建立 辨识啦 那我想它有了这些基础之后 以后它就可以接续更多 比如说程式设计这方面的课程 去做更深入的研习 而协助上课的讲师也说 对国中生来说 与其一开始教他们程式语言 不如以实作的方式 让学生在做中学 有兴趣的再进一步去找答案 以现在学生的年龄来说 还不是很大 那在背后的太深入的演算法 其实他们也不需要这么早了解 应该是说他们先建立了一个概念之后 然后去启发他们 让以后呢 对这个区域有兴趣的学生 他们就可以去深入的了解 而来参加的学生也玩得很开心 也打破他们对AI的极低影响 原来现在的生活中 随处都有AI 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 这次在AI体验营当中 我学到了就是 AI是可以分为强人工智慧和弱人工智慧的 强人工智慧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机器人那样 而弱人工智慧是单纯就做某些特定的事情 像是扫地机器人啊 LINE啊 FB等等 透过这个机会 我可以去更认识说 这个我本来就有进去的东西 然后也有老师来教我的话 就是会比较容易去学啊 因为我以前的话 我都是自己去翻那个书找 自己自学的话 其实是有点困难的 就是学习这种程式语言的话 果然是用实作 实作的方式 是可以去增加自己的学习能力 而复合国中范晓荣校长也表示 这次很感谢台师大的合作 并且融合了108课纲 将素养教育结合其中 所谓的程式课 不再是冷冰冰的人与机器对话 更增添了人文关怀 我们透过这两天迎对的方式 让孩子结合新住民的议题 去融合在他们的一个学习的主题里面 更希望孩子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 去更认识AI的课程 进而呢 去影响他们未来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一个动力 把AI科技的内容 结合文化融合的理解 再应用到生活情境的问题解决 张玉山教授也表示 后续将持续产观学合作的模式 发展更多AI教学模组 让孩子有不一样的学习历程 挑战未来的世界 记者赵世约吴志恒 永和采访报导 未来警务工作的胜利军警专学生 在最近完成在各分局派出所的 寒假实习任务 新北市奖学局中和分局方面 特别办理的座谈会 邀请警察专科学校校长周国文 参与座谈与实习生分享实习经验 未来将投入警察工作的警专学生 坐姿端正 抬头挺胸 参加寒假实习生座谈会 他们日前分配到中和各派出所 和侦察队实习任务 即将画下句点 透过座谈与警专学校校长 周国文 中和分局等长官 分享实习任务中 所得到的宝贵心得 然后我们也告知说 就是申请保护令以后 不能撤销 给他做APP的消费 然后还把他的手机拿去卖掉 然后把钱给那个 就给那个勒索他的人 对 所以 那个 那事情也那个 连那个 跟那个高子生一起 报案的那个阿嬷 就是在他报案之后才知道这个 事情的乡亲 这就让我们知道说 很多案件 就说他没有一开始看起来这么简单 一定要去多问 多观察 才有办法就说知道真相 精神远景的训练养成 警专教育和实务经验都很重要 对于半年后 毕业考取警察 投入勤务行列 需要更多的执勤经验 让未来进入警政系统 更快上手 而他们分配到 中和这个繁忙的都市 所见所闻印象深刻 相信跟着学长姐带领 更能滋养自身经验 在你们即将附入正式的工作岗位之前 你们能够起位的最会是机会 我想工作分局是一个 蛮适合当时的实习形态的分局 而不是太复杂 那么这边的部署民情也都还不错 就像过去一样我们也实习过 实习的师傅 其实对于实习生 未来的发展其实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想这次我们一共有九位 九个派出所以及侦察队 来各指定一告养名的同学来实习 也都特别领选我们经验能力 好个师傅指稿员 来一对一个指稿同学 即将进入警务职场的警专学生们 在暑假实习阶段 已开启未来工作上的真正接触 再加上寒假期间的实习 抱着努力投入了想法 认真见习 相信会有最大的回忆和收获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为了提供信众更好的参拜环境 有240年历史 见证三峡地方发展的古庙 新龙宫妈祖庙将要重建 庙方长期捐赠社福团体物资 公益行善不落人后 期盼重建后香果更加鼎盛 一挡金丢 请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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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挡新龙宫妈祖庙 要来起国 拜大医 新北市三峡区新龙宫妈祖庙 要见面240多年 营建主外观无法融入老街景观 加上现有空间不足 因此决定赤字五一重建 预定2026年完工 妈祖庙要重建是地方的大事 新北市长侯友宜也抱持感恩的心情 来共襄盛举 并预祝改建工程顺利 也希望妈祖持续忽悠三峡 我们新养公 我们让祖庙天上圣母 这个廟 玄隆时代40年就开始起 起了47年 到现在已经240多年 这个廟是六四一九 今天要感谢我们姓九 来的廟 来支持我们的妈祖 让我们的妈祖以为帝人 大家可以在这里 我们的感恩的心情 来看来做这个重建 希望今天 重复选拟 其中 这年的中间 需要新北市为妈祖 建造三大学时 我们 但是领委员 你都不要客气 还可以口袋 我会在今后 事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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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让我们的妈祖 可以担持一支 可以担持一些 中心的流失 来给他们回答 我们这厅厅 从一十四九年到现在 272年 建造两百四十年 第一次重建 第一次重建 转性 如果有两百多年 没有重建 可能给我们出现这厅厅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的政府机关 我们的日和民意代表 尽量给我们帮忙 让我们可以顺利完成 这是重建的主意 三峡新龙宫妈祖庙主任委员 陈福生表示 青龙宫建庙已超过两百四十年 因建筑外观 无法融入整修后的老街景观 而且现有空间狭小不服使用 因此筹资 经费五亿元 规划原地重建 预计五年后可落成启用 也判提供信仲一个舒适的残百空间 记者沈金华 吴志恒新北采访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 YT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96.9 轻松电台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张启人 祝您一切平安 再会 大家好 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天豪 疫情期间 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如果感受到焦虑 担忧等情绪 都是很自然的反应 多数人都能够慢慢地自我调试